由台湾喜剧演员彭恰恰、徐潇顺领先主演的台湾音乐剧《隔壁亲家》2月20日晚在福建大剧院上演 《隔壁亲家》用小人物的故事刻画时代变迁以及因社会变动产生的人性扭曲、冲突与谅解 剧情以幽默风趣的手法演绎出平凡而真实的人生 《隔壁亲家》首演于2009年 这部充满闽南气息的音乐剧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 彭恰恰和徐潇顺搭档出演 两位主演凭借着丰富的舞台经验 如火纯青的演技也陪伴此剧十年 十年演下来我们跟所有来看过的这些观众朋友们的一个互动的感受是 很多人来看这部戏是自己坐在观众集上面对号入住了 他如果在台上这一台戏的时候他会是谁 他自己内心里面的这些跟邻里之间的情怀 他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 然后他或许他走过人生的这段路之后 是不是沉淀下来有去做一些检讨反省 然后他们自己也许就在短短的一出戏里面得到了很多收获 来得及说一声对不起的时候就说吧 会化解很多过去的对立跟仇恨 我觉得给人很多的启示 也希望看戏的朋友刚讲的对号入住 哪一个投射你自己 我对这个戏下的注决就是原谅然后道歉 记者注意到隔壁新家全剧基本使用闽南语演绎演 主演彭恰恰也表示 希望通过一系列以闽南文化为主的剧目 梳理闽南文化脉络进一步传承并推广 其实台湾的做闽南的这块艺人都是歌手比较多 闽南文化的推广跟传承好像没有在做 那我们我们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 我们愿意扛起这个责任 把两岸从台湾跟厦门之间的那些闽南文化 把它好好地整理好好地追溯到 甚至到以前从整个发展过 我觉得是个非常美的东西 唐吉两岸音乐剧领域的合作 隔壁新家艺术总监杨忠恒表示 大陆的市场巨大人才众多 而台湾的创作实力不俗 两岸合作前景广阔 以台湾来讲因为市场小 所以一般创作都比较不敢放手去做 所以有很多好的效果或者是好的人才 舞美资源方面就比较缺乏 那么大陆这几年人才资源都非常的发达 我时常鼓励更多的我们自己的创作者 能够去吸收消化自己的文化题材 尤其是音乐跟语言 必须要先照顾到自己的观众 照顾到自己的文化 当他非常的精致跟成长的时候 他就会散步到外面去 记者了解到除了当晚的展演外 音乐剧《隔壁新家》还将于2月22日 在厦门门闽南大剧院演出 大家read al资源